《政改》第二階段的諮詢剛剛過去的星期六結束了 不過民意的攻勢沒有暫緩 還出了一些新招 阿希 你在北京跟政界人士聊過 他們說了些甚麼 有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人士跟我們分析 政改一旦被否決 行政長官梁振英連任的機會會更加大 並且還可能重推23條 一名人士解釋 梁振英在佔中的表現贏得北京的高度讚賞 也得到北京的信任 若果政改拉倒 梁振英可以說是督定連任 而一直警惕港獨風氣的梁振英 也可能借勢重推23條 事實上 政改三人組織首林鄭月娥在諮詢期完結那一天 出席教育界論壇的時候 都說得明白了 普選可以令到選民決定 是否支持特首連任 曲線帶出了 政制向前走才可以踢走689這個信息 其實這一句一直都是政界入面推動政改的口號 有政界高人早前也跟我們說過 這個是遊說泛民主派支持政改的王牌 不能夠立戀用的 現在未到最後關頭已經使出了這個殺手間 不知道會否怕方丈人小器呢 因為無論是民間 大學 還是政府內部所做的文調都顯示 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和反對的人 民意一直都是六四比 其實這陣子很喜歡玩民意戰的建制派都知道 如果反對八心一方案的四成民意不動搖的話 根本沒有任何誘因是促使泛民主派轉態支持政改 政界中人就分析 打梁振英牌是渴望政改通過的人 是非常時期使出的非常手段 不過另一邊商 有大量奮奏在京城 私底下大唱反調 說香港根本未準備好普選 激進勢力抬頭 只會令選舉更加複雜 加上泛民陣營手握一半選民支持 隨時會成為普選中真正造王的關鍵 認為政改方案否決都是比通過好 其實在兩會期間 京城其中一個熱話 很多人在打倒 覺得這個政改方案 最後是否能夠通過的 我聽了很多人說 大部分都是樂觀的 比悲觀的多 政協和人大都是成中一些商界命人 和政界的強人 他們樂本一定不是鼓鼓客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留意大致的走勢 和正程的分析 好 唯一 我會繼續為大家留意大致的